2003年4月1日,张国荣从香港文化东方酒店24楼跳下自杀身亡,终年46岁。 同年,他的亲密挚友梅艳芳也在12月30日因病离世,终年40岁。 他们是不愿意把自己带入21世纪的人,在于他们,这是一个没有传奇的事迹。 今天此刻电影的特别节目,一起缅怀张国荣和梅艳芳,一个替躺任性少年游,一个绅士林平,薄命女。 2013年4月1日,下午3点半,香港电影节特别节目,《烟织扣》在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重放。 那时我在上千个观众之中,上千人不知几人是张迷,几人是梅迷。 当张国荣走进青楼的第一个镜头出现,全场掌声雷动。 当时我想起上一个镜头的梅艳芳,她以最惊艳的男装出现,演唱《客途秋恨》,我秉析忘记了鼓掌。 梅艳芳是男音的五更夜叹,不需要掌声,只需要泪睡。 而张国荣是有京剧明觉范儿的,亮相时必须喝得满堂彩。 他们都在饰演粉丝眼中的自己,一个是替躺任性少年游,一个是绅士林平薄命女。 但现实中张国荣是抑郁有痛的,唯一一跃求解脱。 梅艳芳是敢爱敢恨的行动主义者,追求自己想追求的,救助自己认为应该救助的。 即使后者倾果之重,皱眼看来是一个割灵无法承受。 她的一生都是难以承受的重,但她以枯瘦之躯挺到了最后。 到最后我们才知道,她能承受,那是因为她并非一个割灵。 关锦鹏导演无疑看懂了两者,所以在十二少的父亲禁止她登台的时候, 如花轻柔而决绝地提醒她,该上台演出了,这是梅艳芳式的坚持。 所以完事不公,醉眼惺忪的十二少,每当绝望之际会猛然抱紧了不堪一卧的情人身躯, 愤懑如泣血,这是张国荣式的挣扎。 张国荣实际是清高出世的,所以她有资格纵情。 梅艳芳实际是咬牙入世的,所以她有资格祈愿。 梅艳芳打小就命苦,早年与姐姐梅艾芳在立缘卖艺,艰难求存。 等她大红之后,又被各种小豹造谣抹黑,苦命孩子早当家。 正如如花与十二少的关系中, 更多的是地位上身处弱者的如花, 支持富家子十二少对抗命运追寻理想。 我想现实里,梅艳芳之余张国荣也是这么一个姐姐的角色。 那年放映会上看到导演关景鹏说的一个内幕。 当年关景鹏、梅艳芳和张国荣分属两家公司。 梅艳芳向关景鹏提出要张国荣饰演十二少。 为了跨公司戒绝,梅艳芳主动去张国荣的公司提出幻觉建议, 就是借张国荣来演一部电影。 梅艳芳也为张国荣的公司演回一部电影。 正是梅艳芳的果敢操持, 才有后来烟织扣双星的完美回应。 他们俩,至于上个世纪末八九十年代的香港, 只有传奇二字能够形容,或者已经成为传说。 就像传说所唱, 重合建差修补破镜, 只有寄情戏曲与文字。 蒙世勇守地老天荒以身叛代, 早已变成绝世传奇史。 一身如戏曲传奇里走出来的张国荣梅艳芳, 在那个时代的格格不入, 不亚于胭脂扣里那女鬼和幸存的落魄少爷 与那个时代的格格不入。 梅艳芳是属于小明星白居荣那个时代的, 张国荣更早, 是八旗遗少与旧上海新感觉派才子的组合。 但是他们努力演出强作百变形象《紫醉金迷》, 终于成为所谓黄金时代的八十年代香港的象征, 直到他们不愿意演下去。 同时代现实中的谭永林、成龙等豁达者是不会自杀的, 自杀的只有孤戒之人。 失踪的民谣歌手胡马克曾经说, 人人都有一张小板凳, 我的不带入二十一世纪。 张国荣和梅艳芳就是不愿意把自己带入二十一世纪的人。 在他们看来, 这是一个没有传奇的事迹。 于是在一个非常恰到好处的幕布前面, 他决定亲身演绎最后的传奇。 这个幕布是SARS的阴霾。 2003年4月1日, 我恰巧在香港, 还记得当时电视正播放着 香港将宣布成为异部的消息。 突然电话响, 一个女生打来的, 张国荣跳楼死了, 不是与人姐玩笑。 我想, 当时大多数香港人都是这样知道这个消息的。 看着胭脂扣的时候, 我不禁想, 梅艳芳那天听到张国荣的消息是怎么想的呢? 是否心如刀割, 还是欺然一笑? 我想, 他肯定比我们更早猜到这个结局。 他们的相继气势宣布了紫醉精密的香港的彻底告终。 他们逝去, 象征着那个胭脂一样俗艳浮华的盛世, 真的逝去了。 看完胭脂扣, 我竟然泪流满面, 并不是为了电影本身, 就为这一对碧人的一领一笑。 虽说今天是悼念张国荣, 但戏中的他却总让我微微一笑, 他的慵懒, 他的迷乱, 他的抑郁颠倒众生, 让人陶醉之余顿声怜悯, 怜悯之余又反觉释然, 这个人是得其所归的。 而梅艳芳, 米歌仙脸, 玉笑还贫, 最短人长, 几乎是一开口一滴手就让人逼算, 想起我第一次被他感动, 远比胭脂扣要走。 孩童时期, 我听他唱中年情怀的《似水流年》, 初识抽滋味。 现在回想依然感叹, 这么一个出色舞台的少女, 怎能如许沧桑。 张国荣, 我最喜欢的还是宁采臣的少年游, 一曲《倩女幽魂》, 是我某年的首级铃声。 那一年我写道, 那个永远赶着路的书生, 曾是牡丹蝉蛇, 现在是洪水拍土, 云水画着花脸下台。 此案的病已经遥远, 无碍他清白。 那就是2003年, 烟之泪相流醉, 几十重。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评, 就点个赞并关注我们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